哈喽,现在我在缆车上 其实今天已经是我来滑雪的第二天了 那么今天跟昨天一样是一个大晴天 那么大的太阳而且天空中呢 现在看都是几乎没有白云的呢 不过今天不一样的是 我这么一大早的就已经在雪场了 昨天的这个时候大概我还在车上吧 那现在才早上十点半 我算是起了个大清早就过来了 当然在酒店已经吃过这个自助餐的早餐了 哦对了,我现在呢是在通往第三雪道的这个缆车上 那这个雪道我上期一天没怎么跟大家介绍嘛 所以这一期呢想专程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三雪道这条雪道 其实这三,我来雪场这三天呢 据他们的管理员说都是说只会开两条雪道了 那等到我们离开的那一,离开后的之后一天呢 会多开一条雪道,也就是会开那个第一雪道 不过第一雪道呢,其实是针对中上级的雪道 那个真的太陡了,我觉得 呃,就算它开了我其实也不会上去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为什么 用第二雪道第三雪道就已经足够我们玩的了 然后其实今天呢是平安夜 也算是明天就是Christmas了吧 然后现在希望如果明天能下雪的话呢 就能过一个Wild Christmas了 然后今天是平安夜了 但是其实这个乡下也没什么圣诞树 也没有什么礼物啦 然后其实在那座山头上面也有缆车 说明那边也有一条雪道的,大家能看到吗 接下来我刚刚这个,那个乡下坐下来 最近因为人都非常好少 连过来的好几点都是空车 那我接下去呢,就要给大家全程试着滑一下 看这个边滑边看,看这温存在温存 现在下去哦 不过我就是做好八字,然后就慢慢的往下滑 因为其实这样速度不太会出来的 而且今天的风呢,其实应该是蛮大的 听这个录像都是呼呼的风声 这个我就没办法排除 那这次我跟上次一样 边滑边拍的全程我都不会关掉原声音 并且也不会有剪接 但是部分滑的比较慢的地方呢 我是会加速的,不然我怕等的影片又太长了 好了,那我先来说一下这条雪道的基本信息 这条雪道它平均斜度只有9度 最大也不过14度 全程呢,有1.01公里 这条雪道官方是写 它是最适合亲子和初学者来滑的 因为它全程很长,都比较平缓 没有什么很陡的坡 一路滑下去,两侧的风景也是不错的 再加上你们看,它这个雪道非常的宽 所以像初学者,你可以慢慢的走S型这样滑下去 因为它雪道宽嘛,你不需要一直转弯转弯 像我觉得比较危险的是第二雪道 它因为坡道窄,旁边又是山崖 你一个不小心就拐下去了 但是像这里,因为它雪道比较宽 所以你就不需要太会转弯 而且它中间也没有什么很陡的山崖 不会摔下去的,没有什么危险了 而且其实我发现第三雪道还有一点比第二雪道好 就是它,我觉得它往下看比较看得清楚 像可能是因为下面的这个往下滑的这个路 后面没有山吧 还是说它树怎么样,我不确定 就是我在第二雪道滑的时候呢 我会发现眼前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就是尤其是在刚下来最陡的那个坡上 坡又陡,然后又看不清楚前路 那个真的是我会觉得有点 只能凭着经验往前滑的感觉 而且1.01公里 这个算是很长了 也不枉我刚刚坐那个吊车上来那么久 其实那个吊车大概正常坐上来 要花个15分钟左右吧 那我是比较熟练的 从山上滑到山下面 大概是需要花7分钟左右的 这个给大家一个参考 OK下来了 那么这里就是乘吊车的处了 刚刚滑到一半突然觉得肚子有点饿了 就到底下的餐厅点了一份章鱼小丸子 先甜甜肚子吧 毕竟我只吃了酒店的早餐 没有吃午饭呢 不知道为什么 刚刚从餐厅出来后就发现天气慢慢变阴了 今天早上本来还是个大晴天的 从我的酒店到雪场的正门 其实是可以坐酒店有免赛的巴士的 但是巴士30分钟才会发一次车 之前但是步行过去 其实只需要10分多钟而已 所以前面两天呢 我们都是走过去的 因为时间没有算上 这一次呢正好到半了 所以呢 我就干脆坐巴士过去了 这样我也能轻松点 好啦 我现在已经抵达雪场了 你们看到现在天空中还在飘雪 我看天气预报是说 这样的天气是要持续一整天 但是我其实想说的是 我觉得坐巴士反而比较慢 因为其实你们看那边是搭乘缆车的地方嘛 但是这个雪场它其实并没有连接大路 你那个送银巴士它只能送到一个车站口 然后你要穿过车站就可以到这个门 从这里门这里出来 但是你车站里面得自己走 而且它那个铁道是平地的 你得先上楼 然后越过铁道再走下来 但是如果你自己从酒店走过来的话呢 那边是有条小路的 巴士开不过来 但是人走过来大概十分钟左右 肯定是能走到的 然后你在那边就可以开始 穿上那个板子开始滑了 那对于我们这种穿着滑雪靴子的人 你穿过就知道一定是滑起来 比走过来的要更容易 所以滑过来其实一分钟左右就能到这里了 可是如果你巴士送到那个门口 你还得穿过一个地点站 尤其是爬楼梯爬上爬下的 其实更浪费时间而且更辛苦 再加上这个巴士 它每个小时只有一班 所以我是觉得它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现在天空中还在飘雪 你们看这个雪 就是粉雪像那个面粉一样的 这样的雪呢 对于滑雪的初雪者是非常友好的 因为它其实不容易滑快 而且因为一直在下雪嘛 所以地面上肯定是没有冰的 你不用怕会滑下来的那种 我现在已经坐在了登上 第二滑雪道的缆车上了 你们看这周围的风景 真的是白雪矮矮 跟昨天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了 这个树上的全部都积满了雪 今天呢正好就是圣诞节 所以也算是可以度过一个white christmas吧 不过呢今天呢山顶和山底的温差还真的是蛮大的 这样坐上去我就可以感觉到周围的气温是越来越冷了 不过还好的是今天的风不是很大 不然迎着风滑雪也是非常难的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前年吧有一年 那年也是白天天空中在下着雪 然后风还特别大 那天迎着风雪滑下去的时候 我眼睫毛都结冰了 从上往下拍 原来我们已经爬了这么高了呀 你们看这个山坡还是很陡的 尤其是对比刚刚第三雪道的缆车道的话呢 就很明显了 如果一个不小心没坐稳的话 接着我来给你们看一下我住的酒店吧 其实就是那栋房子 能够看得到吧 现在看过去是有点模糊 因为天上还飘着雪 人见度不高 在酒店前可以看到一大片白茫茫的场地 那里其实是提供给初雪者和孩子们还选的乐园 还有一个简易的传送机和一个比较平缓的小山坡 可以为刚学滑雪的人提供一个很好的练习场所 而且他从酒店出来马上就是 可惜我五年前来到这里时 是我第一次接触滑雪 只敢在平地上用棍子搓着走 连那样的小山坡都不敢上去 一转眼我已经不屑再在那里滑 要来真正的雪场了 他有一孙的白茫 也挺好的 小山坡都不想让是 他说给我们看白茫的老狗 你为什么要招待 不想让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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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ies 也应该有繁盈架 可以先画得不在这些山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第三天的午餐呢 我决定来雪场的餐厅解决一下 那我点了什么 你们一会就知道了 这其实还是一家网红餐厅哦 而且它价格也没有很贵 那么这个就是我点的午餐了 然后除了这样一个盒饭呢 还有这样的一个炸鸡和薯条 其实我觉得吃这两样东西 我一个人吃完的话 肯定是饱了的 好那我现在在第二滑雪道 刚刚缆车下来的 那个山坡上 那接下去滑下去的这段路呢 我来为大家做一个 第二滑雪道的边滑边拍吧 那第二滑雪道最陡的部分 就是缆车下来后的这一段山路 它也是最难最难滑下去的 镜头里面你们能看到前路就是白茫茫的一片 其实现实中也是如此 可能因为天气到现在 还在飘雪的原因 山上的雾气很重 前路对我来说也是模糊的 分不清哪边是山崖 我只能小心翼翼的 凭借着滑雪的经验慢慢前行 然后尽量靠近山侧 这样就不会一个不小心就冲下去了 因为我知道这一条坡道呢 它的左侧是一个很陡的山崖 好了那我先说结论 第二滑雪道是绝对不适合初学者的 如果你是终极者 对滑雪有一定的经验 也比较能够控制脚下的滑雪板了 那你可以来挑战一下 尝试一下 当然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就是有可能会摔跤哦 不过如果你常常滑雪的话 就知道滑雪时摔跤是无法避免的 而且摔在这么松软的雪上也不会痛 就跟摔在棉花上是一样的 那这个影片呢 一会儿到中途会断开 然后再一路滑到山下 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中间摔跤了 而且今天下午 我在这条雪道上滑了两次 两次几乎都在相同的地方摔了一跤 我其实也找不太到原因 而且正常的情况下摔一跤 原地再撑起来是可以继续滑的 但是这两次摔跤后 我脚上的雪板就直接从我的脚上脱落了 而且在那个坡上没有办法马上穿上去 就即便脚已经有在卡进雪板 再去滑两步它又会脱下来 所以我就只能够拎着雪板到前面一个比较相对平缓的路上 我才能够再穿好我的滑雪板重新开始滑 那我推测是因为今天因为下雪是松雪 雪就比较松 而且这个坡度非常的陡 滑雪板意识到坡度过大后就会自动脱开的 所以才会造成两次摔跤了 不过最陡的那一段过去后 下面的坡道就相对平缓了 也就非常适合琴子和初雪者来滑雪了 而且下面的这一段雪道和第三雪道是共用的 也就是说即便一开始是选择第三雪道坐缆车上去 也可以在路口转弯时走下面这条雪道 最后坐缆车上来就会是第二雪道了 而且其实在影片中 好像大家能看得出来眼前像是套了一层蓝色的滤镜一样 因为前面都是比较蓝蓝绿的颜色 但其实这个是眼镜头哦 那就一度滑下去吧 其实现在你们应该可以发现镜头当中的风景变了 变得周围比较好看了 两边那种树木 也不会说再看不清道路的边界在哪里了 就容易滑雪很多 所以其实第二雪道最难的就是刚开始的那一段 滑下来了以后就会好很多的哦 最后一天的晚餐 因为一会儿要坐新干线回东京的原因 我来到了车站附近的居酒屋 鱼鸣来吃晚餐 这家居酒屋里面呢都是像这样一个一个的单间 而且我觉得墙壁上的插画都很好看 那至于料理的部分呢 我先是点了他们家特色的双拼火锅 然后呢配的这个先上来的这个是一个蔬菜拼盘 然后我还点了一个色拉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蔬菜 然后小菜的部分还点了一盘鸡软骨 那他们这家店里面配的茶水应该是绿茶 其实现在外面正在飘着鹅毛大雪 在这样寒冷的夜晚 吃着火锅感觉整个身体也会暖起来的呢 主食的部分我就要了一碗酱油味增拉面 然后不一会又上来了一盘烤鸡串 还有一个超级迷你的尖角 吃完晚餐我要准备回东京了 你们看餐厅中依然是飘着大雪 刚刚我就是在这家渔民馆吃的晚餐哦 那么今天其实也是圣诞节 所以今年我也度过了一个white christmas 那这为期三天的滑雪旅程 在这个雪夜也要圆满的落下帷幕了 不过等等 旅程结束了 滑雪的影片还没有结束哦 下一集我会介绍我住的酒店 这次是我第二次来访这个酒店了 那我选择做回头课的原因是什么呢 酒店里有什么样的设施如此吸引我呢 到底划不划算呢 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啦 那最后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还不错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一个大拇指 有任何想要看的影片内容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